在我做完一千多个造型之后 我发现有一个最容易穿出高级感的一个搭配 其实是内外同色 这个方法很简单 白色的西装 大家是不是习惯性里面搭一个黑色 就想说让自己看起来瘦一点 这其实没有问题 但如果大家是想要在春夏天穿出那种 比较有气质的感觉的话 我们的内搭其实换成白色 你会发现这一身的感觉会比我们穿黑色 看起来整个人会清爽 你整个人的气质是往上抬的 这个就是内外同色的魅力 然后比如说我们拿这种比较深的外套 都会习惯性的跟黑色内搭搭在一起 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稍微调一下让它更好 里面的这个单品 换成跟我们外面差不多同个颜色 不管是跟它同位颜色还是比较浅 只要在这个颜色以内的 会比我们内外做撞色 看起来会更高级 春夏天的衬衫 都会叠那种不一样颜色的吊带 这个美容色穿完好显黑哦 我觉得如果是全身的搭配里面亮没关系 但如果我们叠的就是日常的这种牛仔裤 要让我们这一身看起来更高级 反而在我们的那个衬衫上面找颜色比较好 刚好今天这种衬衫 它是属于那种灰白条纹的 你里面要么就搭一个白色的背心 要么就加一个灰色的 它看起来就会更高级 同样符合咱们的那个内外同色 咱们的内搭其实换成灰色 就会比刚刚舒服一点对吧 但我这一身可以加一点小心思 增加一点叠穿感 我更喜欢这个造型了 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外同色 主要是因为很喜欢这个造型 这一身是在内外同色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动 但是你看内外一同色 我们的搭配就有高级感 然后下半身可以随便换 浅一点点的这种T恤衫 那如果我在这一身外面 套一个黑色外套的话 你会发现把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而已 那如果我们想这件衣服看起来效果更好的话 你只需要内外同色就可以 即便我们下半身穿的是一条黑色裤子 这一身都会很高级